当然,香蕉出现黑斑也可能是香蕉患了碳菊病像其他植物一样,香蕉也会害病 比如黄叶病,碳菊病,黑心病,花季马,猎果病等等,而其中,碳菊病会让香蕉呈现出黑斑症状 碳菊病由香蕉刺盘胞菌引起,属于真菌性病害,这种病症只有在香蕉成熟时才会显现出来 之所以称之为碳菊病,是因为这种表现与的碳菊病症状相似 二战时期碳菊病毒生物武器给门留下了深刻印象,碳菊是类传染病,有极高的致死率 那么吃了患碳菊病的香蕉会不会染病?答案是不会 使香蕉发黑的碳菊菌与碳菊病毒没关系,碳菊菌只侵害香蕉,不会对造成影响 爱吃香蕉的日本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,熟透的香蕉中含有大量的抗癌物质,肿瘤坏死因子,Tumor necrosis factor,简称TNF TNF是一种能直接造成肿瘤细胞死亡的细胞因子,但它除了有抗癌的作用外,它还能替身体消除炎症,带来多种好处哦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TNF的益处,大家一起来看看小小黑斑香蕉的大大好处吧 1.补充能量 香蕉含有对体有益的血糖碳水化合物,营养和矿物质,因此对身体消耗量大的运动员或是劳力工作者而言,香蕉是最佳的补给品之一 1.一条中等大小的香蕉就能为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去应付体力活了 此外,香蕉中的钠离子也有助于体的肌耐力,可以预防抽筋的发生哦 2.帮助放松紧绷的神经和减缓经前综合症 这是许多都不知道的香蕉妙效,香蕉中含有的B族维生素具有镇定作用,可以帮助大家放松紧绷的情绪 此外,当中的维生素B6更是可以调节血糖水平,缓解大部分女性在经期前的各种不适,绝对是女性经前综合症的最佳天然良药哦 3.舒缓胃灼热 在这个不乏紧张的社会,许多都有肠胃的小毛病,尤其是胃灼热那种烧心的感觉更是令作力难安 在这种时候,吃一根香蕉就能有效舒缓你的不是了? 4.降温 这一点也相当多都不晓得,香蕉其实对体有降温的作用,所以在炎热的天气底下或是低烧时可以试试看吃一根香蕉,保证可以让你马上感觉到冰凉的快感 5.有效控制血压 随着年纪的增长,许多都会开始有高血压的毛病,而香蕉含有的高钙低纳症是可以帮助掉控血压水平的营养佳品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也认同了香蕉的降血压和预防中风的益处,鼓励民众食用香蕉为身体保健 6.减轻贫血的症状 许多女性或是销售的男性都会有贫血的问题,而香蕉中的含有的铁池绝对能够帮你找回健康的体魄哦 7.舒缓胃溃疡 患有胃溃疡的朋友们都知道许多的食物都能造成肠胃的不适,但口感软绵的香蕉可以有助于中和过多的胃酸,达到保护胃黏膜的作用,还能缓解肠胃道的紊乱让你不用再饱受胃溃疡之苦 8.改善忧郁症 经常觉得情绪低落,甚至是患有忧郁症吗?不开心时就吃一根香蕉吧,香蕉中含有的大量色胺酸会在进入体后转化为血倾诉,帮助大家放松身体和改善不良的情绪,让你的抑郁可以得到缓解,找回生的乐趣 9.预防和治疗便秘 这点大家肯定都听过了吧?香蕉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能够帮助体的肠胃道恢复正常功能,不用吃泻药就自然解决便秘的问题 长期养成吃香蕉的习惯还能让大家从此远离便秘困扰,天天都可以轻松愉快地上厕所哦! 真是蕉不可以貌相,原来看起来了黑乎乎,很恶心的黑斑香蕉才是对体最好的营养,从今天开始就把香蕉放置到熟透了才吃吧! 可能你会觉得太靠谱,明明买回来的香蕉很新鲜却要放黑了再吃 之前也有消费者表示,有斑点的香蕉经常能见到,斑点香蕉吃了会不会有害? 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徐永兴解释说,香蕉皮上开始出现黑色斑点,这是香蕉熟透了的表现,有少量斑点是可以吃的,跟安全性没有关系 而且这个时候的香蕉甜度很高,口感更好 但徐永兴提醒,如果香蕉表皮上的斑点太多,香蕉就已经熟过头了,斑点会从表皮进入果肉里 剥开香蕉皮,如果里面的果肉也呈现黑色,这样的香蕉就属于严重腐烂,不能再吃了 香蕉正确保鲜小窍门,不要放在冰箱中冷藏 储存香蕉的适宜温度约为摄氏13度,而冰箱中存放果树的温度约为摄氏4度,达不到要求 如果想延长香蕉的保存时间,可用保鲜膜将香蕉的根筋布包裹住 原理很简单,香蕉释放的乙烯气体可以加速香蕉成熟,而大部分乙烯气体来源于香蕉的根筋布,裹住后就能减慢香蕉成熟过程 再切开的香蕉根筋布位抹点柠檬汁或者石醋,能防止其变成褐色 快动动手指分享出去,让大家一起看看黑斑香蕉的好处,为身体做好保健吧 再切开的芭蕉的合作